大家好,这里是小博读书 欢迎来到我的专栏批判性思维 韩寒说只有小孩才分对错 成年人讲利弊 我有一个小孩每次带着去看电影的时候 每当一个人物出场的时候 他总是要第一时间知道 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会不厌其烦地问我 这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在小孩眼里,这个世界是二元对立的 好人和坏人,聪明人和不聪明的 好孩子和坏孩子 美国教育学家威廉·佩里 把人的认知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二元对立 这个阶段我们认识世界是非此即彼 非黑即白的 就像小孩眼里除了好人就是坏人一样 我们倾向于用最简单的分类方式来认识世界 最简单的就是一分为二 一分为二的思维是一种本能 哲学家舒本华说 生命就是一团欲望 欲望得到了满足就会无聊 得不到满足就会痛苦 人生就会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左右摇摆 在哲学家舒本华看来 生活要么是痛苦的 要么是无聊的 这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 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自己的生活大部分时候并不是这样 虽然小孩经常只分对错 其实我们成年人也常常陷入这种 本能的思维陷阱里面 我们常常把人简单的分为 穷人和富人 我们简单的认为 一个人是聪明的或者不聪明的 一个人是勤奋的或者说不勤奋的 一件事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我们习惯于简单的一分为二的看世界 一方面是因为这样对我们大脑来说是最简单和快捷的 毫不费力 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对真相缺乏足够的认识 我们只能这么简单粗暴的划分世界 在情绪这本书里面讲了一个概念 叫情绪力度 力度就是颗力度的意思 心理学说绝大部分人区分自己的情绪只有两种 要么开心要么不开心 这种情绪力度是非常粗的 但实际上我们的情绪感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验 如果我们简单粗暴的把情绪极端化的区分为 几种比较简单的情况 那么我们就很可能夸大或者忽视自己的情绪 一名优秀的室内设计师 能够识别五种深浅不同的蓝色 他们可以认出天蓝色 钻蓝色 海蓝色 品蓝 以及蓝绿色等等 而我们绝大部分人只能把他们统称为蓝色 实际上当我们准确的描述自己情绪的时候 我们就能极大的降低情绪的负面影响 同时也有更好的积极的情绪体验 高情绪力度的人能准确的读出类型的情绪状态 如果某个人能够用不同的词语来描述自己的情绪 比如快乐 悲伤 恐惧 厌恶 兴奋 敬畏等等 那么他就能准确的发现每个情绪的生理线索 或者反应 并且能够正确的解读他们 如果一个人无法区分焦虑和抑郁的情绪 那么他的情绪力度就很低 也就无法发现这些生理线索 识别情绪的力度对我们每个人的认知和调整情绪 是至关重要的 同样 思维的颗粒度对我们认识事物也是非常重要的 简单的一分为二的思维 就是一种低颗粒度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会给我们带来很多认知的偏见 而且不仅仅是思维偏见 还会引起一连串的反应 比如一分为二的思维 常常会伴随着正式性的偏误 我们只会努力的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 而忽视和自己观点向左的证据 比如遇到了同事生殖家兴的时候 我们会倾向于认为别人是溜须拍马的结果 甚至还会去寻找他之前讨好上司的例子 而遇到自己生殖家兴的时候 则会认为这是实力的体现 是理所应当的结果 而且我们会想到自己在某某方面被领导表扬 甚至经常加班等等 我们来合理化自己的这些想法 另外持有二元对立认知的人 也很容易受到权威的影响 或者说服从权威 因为对他们来说 错和对是精卫分明的 没有灰色地带 而且权威就代表了绝对的对和正确 对此深信不疑 很难改变他们的想法 可能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几个看起来非常固执的 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人 好了我们介绍了第一个阶段 一分为二或者说二元对立 接下来是认知的第二个阶段 相对主义 如果说二元对立是非此几笔非黑几白的话 那么相对主义就正好相反 这里没有对与错 一切都是混沌一片的 这种人常常持有的观点是 存在其合理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他们擅长不加思索的合理化任何现象 这是一种思维上的懒惰 也是一种认知的局限 这种人对任何事情都是一副佛系的态度 并没有进行理性分析和提出质疑 这两人很容易受到从众思维的影响 从而变得随波逐流 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处于这种相对主义思维的人 与其说是一种思维的懒惰 还不如说它是缺乏质疑和批判的精神 认识水平的第三个阶段 是批判性思维阶段 也叫自我承诺的阶段 这个阶段的人会运用批判性思维 置于权威 不盲目从众 并且能站到不同的角度 去审视每一个观点 避免陷入思维的偏见 即便是面对不确定性 也能够通过推理和论证 来决定支持或者否定某一个观点 他们的判断和选择 是基于理性思考和逻辑论证的 这种人具有独立思考和自我批判的能力 能保持思维的灵活性和开放性 乐于挑战和改变自我 在介绍批判性思维的方法之前 我们首先不急着去批判和质疑 而是要保持一定程度的无知 这里我讲一个古希腊 苏格拉底的故事 有一天苏格拉底问一个年轻人 世界上是先有鸡呢 还是先有蛋 年轻人不加思索的说 鸡是从蛋中孵出来的 自然是先有蛋 但是苏格拉底追问说 蛋是鸡下的 没有鸡 蛋是从哪里来的呢 年轻人又想了想说 那还是先有鸡 苏格拉底依然不依不饶的问 你刚才说过 鸡是从蛋中孵出来的 没有蛋 鸡是从哪里来的呢 年轻人开始有点不耐烦了 他反问苏格拉底说 那你说说 是先有鸡呢 还是先有蛋呢 苏格拉底老老实实的回答说 他说我不知道 年轻人笑了笑说 那这样看来 你和我其实差不多啊 苏格拉底说 不 我们不一样 你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我是知道自己不知道 这两者的区别是很大的 苏格拉底认为 知道自己无知 能对自己的无知 进行批判和反思 这是一种智慧 也是我们正式进入 批判性思维的起点 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 他说 我唯一知道的 就是我一无所知 我们知道自己无知 这说起来很平常 但要承认自己无知 可不是一件小事 这需要勇气和智慧 我国道家思想家老子也说过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胜人者有利 自胜者强 大概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 能保持一定程度的无知 是为了自己的思维 不受固有经验和认知的影响 从而以更开放的心智 去思考和判断 不光是苏格拉底 在古希腊海语派哲学家 称之为怀裔主义学派 他的代表人物是皮浪 皮浪提出的口号是玄制判断 或者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严实判断 当我们面对选择和判断的时候 保持审慎的态度 不急于做出情绪化的判断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要进行批判性思维 首先第一步 就要保持怀疑 玄制判断 近代哲学之父迪卡尔 也是近代西方怀疑主义哲学家 他的怀疑方法的第一原则就是 他说 如果我没有明确的知识 证明它是真实的 我绝不相信任何事物为真 也就是说 要努力避免 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 和做出轻率的结论 仅仅根据非常清晰明了 而且毫无一意的观念 做出判断 迪卡尔提出了著名的 我思故我在 就是迪卡尔在进行了 全面和普遍的怀疑之后 得出的结论 意思是说 我唯一可以确定的 就是我正在怀疑 这个思维的存在 保持质疑精神 保持对无知的敬畏 是一切认知的起点 好了 小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今天我们介绍了 三种认知层次 二元对立 相对主义 和批判性思维 然后我们也介绍了 在进行批判性思维之前 我们要保持适度的无知 这里的无知 并非一种完全的 无知的状态 而是对自我的认知 的一种审视和怀疑的态度 唯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保持更开放 更灵活的态度去思考 更多精彩哲学视频内容 推荐订阅我的 批判性思维专栏 掌握批判性思维 开启明智生活 也有苏千位同学加入学习 我们专栏见